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就是2015年 我发现我在这里很喜欢的一点 就是 主要问题是一个非常新的这个思想的就是 大家不懂是很正常的 因为发明着自己的就是还没有 嗨,Blog Temple和台湾的读者们 我是Vitalik Buterin 今天很高兴能来到Temple X 与大家聊聊Porality 好,我们一开始先来聊聊台湾的话题哦 轻松一点 好 对对对 好 以太坊跟Porality社群都非常喜欢台湾 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是台湾 欢迎台湾 你有看到什么台湾的潜力吗? 啊对,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2015年 那个Minecoin的那个LX6 邀请我来这里 见到他的公司和台湾的社区 然后也跟这里的 以太坊的社区有更 有了也多的接触 我发现我在这里很 喜欢的一点 就是有很多人就会特别爱学习 我写一个文章 写一个代码 然后下一天 就是咱们把我做的内容 就是复制到那个Google Doc里面 有一群可能五个十个人 都互相做什么annotations 和就是互相帮忙 就是理解 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文化 17年 又开始了在台湾的 本地的一个团队 一直到今天就还在 也自己会在这里工作 也有一些其他的 人在什么各种 ZK的项目 或者在其他的地方 对对 所以我就一直很喜欢他们 第二题是刚刚Batalika你说到 台湾人其实很喜欢学习 但是我们来看Purality 其实对台湾人来说 他们不太懂这个话题是什么 觉得非常的困难 你有没有什么秘诀 或是学习的方式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Purality 是一个非常新的这个思想的处识 所以大家不懂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个概念的 就是发明着自己的 就是还没有 就是解释得很清楚 Purality的概念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把什么民主 和什么就是 Open Source 和什么就是 Open Democracy Open Government 把他们思考成一种技术 就是一个技术的一个特性 就是一个技术是一直发展的 就是可以多研究和理解和思考的 那也可以开始思考 最适合这个21st century 的Democracy到底是什么 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Purality的概念 大概的意思 以太坊过去有很多 可以给各种公司的项目 可以给各种公司的项目 所以现在这个机制 现在已经做过至少18个Round 但是其实对 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Round 在平行 运行运行 一开始是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我都记得第一个Round 可能那个Matching的那个池 只有两 大概是两万五千美元 但是现在 就很正常有一个什么 五十万或者一百万的那个Matching pool 对 就是支持的项目都是什么 以太坊生态的什么 可能是代码 可能是研究 可能是什么社会的 或者什么社区的 可能是教育 或者就是各种东西 对 所以Gitcoin Grants 是我觉得一个 是一个Plorality的 这个思想的出世的 是最好的 已经实现的例子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有没有哪一些 你正在追随的一些Blockchain的技术 比如说像是ZK Proof 或是DID这些东西 你认为是我们在发展 这个Plorati 这个思想一个重要的工具呢? 对 就是 可以理解这两种技术是两层 就是比如 如果你会 如果你做一个房子 那么就是 一个层就是 就是怎么 这个 房子会看起来什么样子的 就是各种东西会在哪里 什么房间会在哪里 什么洗手间会在哪里 那个等等等 另外一个层就是 就是你会用什么materials 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房子的 墙或者屋顶或者什么窗 一些 会 那是用什么东西做 因为 如果那些materials的 选择的不对 就是不管房子是多 是多好做的 或者就是第一天可能会很美的 但是 可能有一天 下雨或者下雪 或者有一个很小的地震 那个房子就崩了 对吗? 所以在这种 voting的体系这两个层 就是第一层就是 这个机制 就是 结合很多人不得什么不同的想法和意见的 的一个机制 然后 第二个层就是怎么保护这个体系的安全 就是安全是有很多定义的 那么就是比如一种安全就是一次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些 比如关于什么政治的或者什么私人生活的 东西的什么投票或者民调什么的 就是如果这些投票不是包括因此的人 可能会不会愿意保留自己的真正的想法 第二种就是比如其实Gitcoin也有过这种问题 就是他们一直有人在做 就是做很多很多的账户 然后有很多 同时用很多的账户 一起全给一个想法 就是假装自己是一个社区 但是其实这个社区都是一个人控制的 然后 零就是证明 就是这个ZK的技术的一个优点 就是ZK可以同时 保护人的隐私和解决这些安全的问题 就是比如你可以同时 你可以同时证明你是一个 就是你有权利参加一个体系 就是你是一个那个valid的那个投票者之一 但是除了就是你有权利的这个 fact 之外其他的关于自己的信息 什么都不保留 所以这两个技术是 就是是一起的 我们两个都需要的 LUYER2s are making a lot of progress and they're going to make more progress this year and I think with the change to Proof of Stake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we did was like there were definitely things that were done less well but probably the big one is just like underestimat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transition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